柯文哲、侯友宜、賴清德 跟郭台銘這四個人 你比較支持誰 賴清德 因為我自己是以年輕人的角度去看 那他對於年輕人蠻多是補助啊 或者是削帶的部分 應該是侯友宜啊 他還算是蠻中肯的 蠻誠實 蠻腳踏實地的 賴清德 從那個行政院長還有什麼 都表現不錯啊 賴清德 因為他對國防外交 感覺都很不錯 他在主政方面都很好 你看他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真的多數人好 目前都沒有打算支持誰看後續 就是都不是很滿意 我是覺得都好啦 有你做事情就好啊 賴清德 不是黨籍是做事情的態度 因為那個郭台銘前兩天我有去啊 他太商業了 我覺得他講那個是比較虛啊 我是針對人 我不是針對黨啦 對對對 侯友宜我也覺得不錯啊 他做事也很有魄力啊 我選柯文哲 他的政績跟他做人比較實在一點 雖然亂講話 但是至少我們年輕人 聽起來比較爽 侯友宜 就是看到以前 他的那個 警政署長的政績 會比較支持他一點 讓他做看看 台灣最近這一段時間 已經不習慣 那所謂的政黨額鬥了 然後對於政黨方面的一些作為 我覺得真的有一點失望 賴清德吧 外觀看起來比較好 對對 比較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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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台銘 因為他比較有國際觀 郭台銘昨天宣布獨立參選 你會去支持他的連署嗎 我應該不會 就是有錢了 然後可能有錢 倒是想要輸來搞政治 這樣 呵呵 看他是真的出來亂的啦 呵呵 因為現在國民黨的局勢已經比較嚴謹了啊 而且他是又要把那個國民黨的票搶走啊 然後當初在初選的時候 他輸了 他現在又不甘心 他真的是沒有那個誠信啦 他要參選是個人的意願啊 那個沒辦法啦 他跟柯文哲一樣啊 對不對 你沒有人才 你怎麼領導國家對不對 你像國民黨 他也是還好啊 他因為對不對 黨很大 人才很多啊 不會 因為覺得他的很多工廠 世界的中心在大陸 我不確定他下政策決定的時候 會不會偏向那一邊 應該沒有 以台灣的企業家來講 他是算 滿有企圖心的企業家 畢竟 他沒有從政的一些經驗 那我會覺得 有一個風險在 不太看好 呃 或許吧 以上界來講的話 當然是很成功的人物啦 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啊 很有錢 然後 沒有想法 如果方便的話應該會啊 不過你剛才因為我看到缺點 但是最起碼哦 他在能力上是沒有話說 那你覺得明年就四個人 誰比較有機會當總統 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賴清德 就是有看民調啊 然後就覺得說應該會是他 當然出來亂 就是可能就賴清德當選了啦 柯文哲呢 他那個五里頭 他也沒有什麼建樹啊 而且他的團隊 沒有什麼可以拿上排面的 賴清德 因為他核能議題或是什麼 每一種都好像有深入很了解啊 應該是在清德啦 因為他 國衡外交方面 還有國土的那個 國家安全什麼的都 弄得很好 我覺得好有益 因為我覺得 蔡英文這八年不是很OK啊 應該是也是賴吧 我們南部這邊就是朋友 還有出去這樣子也覺得賴清德啦 如果以台灣來講 還是賴清德吧 百分之九十來講 雖然年輕人 周邊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選柯文哲居多 不過老一輩的 爸媽也都是綠的 我支持的人會當選 很難說 時間沒有到都不知道 當然如果他們沒有 整合意義是賴清德啊 一般民進黨的那個 鐵票是不會少 三成多嘛 那不然賴清德 我看他是補 蔡英文海 這應該是還不錯 YAHO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